那回顾下来 海老师 您总结您之前这么多年 您觉得人生当中到目前为止 最重要的一天是哪一天 最重要的一天 就我女儿出生那一天 刚看到女儿的那一刻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说实话 刚看到女儿 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还不知道我是爸爸 对 但是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就想着 媳妇太受苦了 这半天 你知道我就 孩子就赶快先拿走 先拿走 对 先守着媳妇 这好心声 谈不上这不是这应该的 你这就怀胎十月 这十个月然后生 然后这确实很辛苦 给所有天下所有的母亲们 谢谢 那您看您平时演反派 也多一点 闺女才三岁 平时看见您他害怕吗 害怕 确实害怕 真害怕 我还一儿子呢 儿子就更怕 比如 战伯 我给您一个对象 虾指那个 不 您先说 您先说 这个儿子的岁数也不小 孙超 孙超年也小 特别像那个不听话的儿子 孙超是吧 来 你给我站起来 过来啊 过来啊 你看多不听话 叫都不过来 正常发挥 就你平时在家那样就行 来来来 你干嘛呢 哟 爸爸您不知道 我玩手机呢 爸爸 你和我爷 我爸爸怎么了这是 这还用你告诉我 你作业写了吗 没有 那还干嘛呢 还不赶紧的 我玩一会儿 打完这局的 这我告诉你 这时候不能就退 退之后也骂我 人都骂 来来来 咱俩出来聊了 你别来 别 你别 一个北京爸爸的儿子 东北口音感真重 我妈是东北人 这个 我觉得程度可以再加深一点 这是不写作业 考试没及格 这就要打了 已经 对对对 我们要看后半段 考试没考及格 是吧 您知道这消息了 我知道了 没事 没事 好好学就行 其他的不重要 我对我儿子就是这样 哦 哎 是他 是不是 是不是 无不意料 傻了吧 傻了吧 没想到吧 我都选好怎么躲这嘴巴 哦 他不打我 因为啊 我打小学习就不好 所以我就特别理解 明白了 学习不好 考试不及格 我就特别理解 哦 那就您什么样能打上这儿子呢 跟长辈顶嘴 哦 跟长辈顶嘴 来 演跟长辈顶嘴 我明知道他这样会打我 我为什么还顶嘴呀 哈哈哈 收您的了 收您的了 来 不是上了 哈哈哈哈 上了就他 咱都已经知道了 你顶嘴了 那我还等着你点 哦 我傻呀 你看看 我直接打就完了吗 人家还真不一般啊 哈哈哈 他比我多想一想 哈哈哈 好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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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